妳知道在台灣應該最有名的牛肉 就是剩扶牛吧 對啊 我們就是今天要吃剩扶牛 Isono 這個品牌 取緣與阿藏紅樓貨的Kobe 是全世界第一間 鐵板燒牛排店喔 當時佔領日本的美軍偏好肉食料理 上司者以戰後造船廠得到的鐵板為基礎 開發成現今的鐵板燒牛排 不論是黑毛 河牛 還是神戶牛 都是嚴選 到底有沒有這麼厲害嗎 讓我買的 好好檢定一下 來 阿藏君 好 前菜 這個是什麼 這是生肝 煎火腿 很好吃 好大的干貝 在品嘗開胃菜的同時 師傅也開始料理海鮮 看這嚴選的大干貝 外表晶瑩剔透 白胖胖的好可愛喔 而且為了凸顯干貝的鮮甜 調味只用了少許的胡椒 雖然干貝的表面 已經煎到金黃焦脆 但中間仍維持半身熟的狀態 把湯汁完整的鎖在這裡面 而且它半身熟的干貝 最好吃就是它外皮 已經熟了所以有點咬勁 但是它中間非常的嫩 干貝是海月中的橘餅 但是一片的鱸魚 可美被強作風采喔 這條新鮮的鱸魚一放上鐵板 鮮美的油脂 馬上隨著溫度的改變 融化出來 細心烹調過後的鱸魚 不但肉質細緻 還不帶有任何腥味 天啊 這個太厲害了吧 我的口水一直這樣 一直跑出來 Oh my God 好香喔 好像肉已經差不多了 這個是牛肉酥汁的指法 我說真的啊 牛肉酥汁的牛肉酥汁 那我先吃看看鹽味好不好 好 乾杯 我要吃 好好吃喔 它就是一塊奶油你知道嗎 牛肉口味的奶油 你吃進去就不見了 我也是今天有小脫欸 東西我把這兩個包裝都不見了 做我的東西 我最喜歡加鹽巴的吃法 因為它會有牛肉的甜味